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7年9月14日夜晚 安徽合肥的一位车主在行驶的时候 对面一束刺眼的强光站过来 等他发现是一辆电动车时 已经来着剧刹车 结果电动车被撞倒了 2017年5月8日晚 一位车主在诱惯时 对面突然出现了一辆装着强光灯的电动车 最后导致电动车相撞 我想死了 2016年10月20日 南京的一辈货车司机 因为对面电动车的灯光太强 差点发生了强撞 引发纠纷 对于电动车的灯光照明 国家对生产企业 都有相应的技术标准要求 那么存在隐患的改装强光灯 又是出在哪里呢 又是谁给改装了呢 秋春记者发现 在网上售卖电动车改装强光灯的卖家 还真不少 有些卖家竟然声称超亮聚光 热成500米超过汽车大灯 而车灯也有LED灯 星系灯 射灯等多种位型 那么路边的电动车文献店 有没有在改装车火灯呢 要把这个灯能换不着 这个灯可以换 晚上好亮呢 有那灯能灯不着 这种放得特别多 搬的有点泡沫的 从外面搬的就搬这种 可以照到200米吧 200米照得了 这是我们搜集到的三款 常用的改装电动车的强光灯 这款是单LED灯 这款是掀气灯 这款是外置射灯 其中LED灯和掀气灯 是可以直接安装的 而外置射灯 需要到专业的维修店 才能安装固定 充电 射灯是聚光灯 在它的聚光环内 亮度肯定是最高的 接下来 把射灯装上电动车 与原装的电动车 和汽车车灯进行对比 我们在这个大型的室内 模拟黑暗的环境 关灯 这三辆车分别是汽车 改装后的电动车 和普通电动车 接下来我会依次点亮 它们的灯光 观察区别 实验开始 同样是15米的距离 我们来观察一下 这是没有改装过的 电动车车灯 这是改装以后的 电动车车灯 这是汽车的进光灯 很明显改装后的 电动车车灯的亮度 远远高于汽车的进光灯 我用热眼感受一下 光线太强了 眼睛根本睁不开 我们再用专业的测量仪器 测试一下 李老师 怎么用什么仪器来测量 这是一个光照度计 它是测量一个位置的光照强度 它的单位是蜡丝 那我们定一个相同的距离 10米在地上测量 测量的时候 把其他两个关掉 首先测量没有改装过的电动车 大概是13拉斯左右 第二辆改装过的电动车灯 大概是50拉斯左右 50 第三个汽车的进光灯 现在大概是22拉斯左右 我们在产品标准 自行车照明测备中有相关规定 要求车灯的亮度不能影响人的眼睛 改装使它的亮度值更亮 就会影响反方向的行人或吸行水 它的视觉会形成盲区 导致安全隐患 专家告诉我们 电动自行车的前照灯都有相应的标准 而部分改装的强光灯比汽车进光灯还要亮 如果是在路位上行驶 可能会对反方向的行人造成视觉盲区 后果不开设想 现在我们来模拟现实生活中的道路情况 我将驾驶这辆改装了强光灯的电动车 而求证实验员将会全副武装 驾驶普通的电动车 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用泡沫来带你一大块石头 而求证实验员从另一侧和我相向而行 看一下在这样的状态下 有可能发生什么情况 准备 3 2 1 开始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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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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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1 2 2 2 3 2 2 2 7 2 我们的物体都看不清楚 一片亮光的这种感觉 这是因为视网膜上的视射素 受到了大量的强光照射以后 大量风险 所以我们的视网膜的功能 就暂时进了严重下降 这种恢复呢 需要两到三分钟 那就造成它要驾驶出现危险了 建议就是不要改装 电动车违规改装强光灯 确实存在了很大安全隐患 为此 10月31日 湖南省长沙市文明办 是交警支队等联合成立了 长沙文明骑情薛酒团 全是交警 助力整治电动车的违法行为 通过对两个路段的调查 我们发现 不少电动车都发出了 四眼的白光 这个晚上看这个地方 视线清楚 就是看着它亮点 那强光灯又给其他人 带来什么突变呢 这个光 看不到路那个 你这种强光的 很吃眼睛 倡讨大家开这个电动车的时候 不要改灯 如果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 也不要开这个眼光 求证到这里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了 擅自给电动车改装强光灯 的确有可能干扰他人视野 甚至酿成悲剧 而在求证的过程中 一诺也发现 目前还存在一种改装的行为 有人为了提速 或者增加续航 会给电动车加装电池 而这同样存在安全隐患 2016年3月13日凌晨 广西南宁市一小区发生了火灾 烧毁了63辆电动车 事故造成了两人死亡 二十多人被烧伤 经官方核查 气候原因是一辆电动车 因为违规加装了两个电池 改装LED灯 导致陷入出现了故障 在该次充电时 车灯无故自行亮起 最终出现了短路 引燃电动车可燃材料 2014年11月3日 浮建浮冲时的一名男子 在骑行加装了电池的电动车时 电动车突然自燃 二十分钟 电动车只剩下回价 五国关于电动车的国标 是1999年颁布的 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 GB17761 其中明确规定 蓄电池的标准电压 应不大于48伏 近年来 根据实际需求 各地的具体管理办法有些变化 但是正规厂家生产的 每个电动车 都是根据技术测试标准 有既定的电池数量 那么又是谁给加装了电池的 为此 球場接着来到了几家电动车的 维修点一分憂信 是可以加电池出来 加一个加两个加三个 我都给你加这里 可先 可以跑到快些路 跑到远远了 肯定跑到快些路 跑到远远了 加电池是什么人呢 找你家的 一般的就是跑模的 买买买 看来一般的维修店 都可以为电动车加装电池 而且加装电池的车主还真不少 那么电动车到底能不能加装电池 大家又是怎么说的呢 我觉得呢 你觉得可能会有影响 应该会吧 加了之后它不会了吗 危险级会高一些 电压太大 然后就电路烧坏之类 我觉得也不是很危险 那么又行 看来还是有些人觉得 电动车加装电池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真的是这样吗 厂家在开发一款车型 会相对批评好 它的电气线路 保证电动车的电气安全性 通过串联台 加装电池 电动车就会处于一个 高负荷的情况下行驶 在这种情况下行驶 转期电线的发热量会加大 长期来说会加速 电机 电气部件 电气线路的老化 最终一下电气安全性 想要知道 加装电池 会有什么样的安全隐患 我们得知道 改装之前 它长什么样子的 今天我们来到一家 专业的维修机构 刘老师你好 你好 咱们先拆开来看一下 您看现在内部的结构 它是原装的吗 这款车是每种没动过的 还是 它是48伏的 这次左手一直二十一个 那它整个电路的配置是什么样的 这台车的话 它是有通知器 这个是绝化器 这个是空气开关 重气开关是保护整个车的地位的 这个是不能少的 绝化电池提根地位给空气器 空气器得要十分地低 为了最大程度的还原事故发生的现场 我们找了辆二手的电动车 它的原装电池 四块 电压48伏 由专业人员又加装了三块电池 现在总电压达到了84伏 看一下在这样的状态下 有可能发生什么情况 三 两 一 走 我们胶态固定住 让电机可以持续地工作 现在是早上九点 开始观察 大不再B 将近一个小时了 也没升高多少 现在是将近50度 继续观察 三小时电瓶都快没电了 完全没有要着火的迹象 断电 我刚才测到的最高温度 也只有70度左右 难道实验失败了吗 连接全球转载库 电线发漏的原因 是因为电线中有功率损耗 我们可以从公式可以看到 这个功率损耗要等于 U平方除以R U代表电压 R代表导线的电阻 导线的电阻一般是恒定不变的 我们电动车的电压 当由48伏2到60伏 输出功率增加的 这样功率手套也加大了 最后会导致发热量也加大 长期来说了 在雨淋的过程中 在高温的环境中 加上线路的发热量 两者叠加之后来 会加速线路的暖化 最后就有可能导致电动车的增加 也就是说 不安全的加装电视行为 会在骑行中带来隐患 而专家还告诉我们 你看见的这根电池组上的压条放置 也很重要 本来压条是在电源线的下面挤的固定作用 但是有的维修中心会维俄安装 把压条压在了线上 这样长期颠簸就可能会出现 线路破皮甚至短路 为了加快实验进程 我们仍为了制造一些短路的因素 第一 加装电池操作不规范 正常情况下 金属压条应该是从线路的下方经过 但如果是不规范的操作 很有可能将金属压条压在线路的上方 经过长时间的颠簸 就有可能将线路的表面磨损 这个时候 金属压条就像一根导线一样 可能造成电路的短路 我们来试一下 打开 空气开关 打开 空气开关 打开 空气开关 你看红线都熔断了 如果周围就有易燃物的话 很有可能发生火灾 这辆电动车加装了三块电池 这块线路的地方 进行了表皮磨损处理 这样更容易短路 有些车主会把毛巾羽衣这些易燃物 放在座椅底下 但如果发生短路不及时发现的话 很有可能酿成火灾 我们就来模拟这种情况 三 二 一 通电 爆烟了 这里产生的高温 起火了 你看短路以后很快就起火了 这边毛巾羽衣这样的东西是易燃物 一旦接触高温 很容易起火 准备灭火 用户私自对电动车进行改装的现象 目前并不少见 除了改装车灯 加装电池外 还有些用户会甚至续除空气开关 加装报警装置等 这些行为都会对电路有所改动 存在安全隐患 针对这些问题 福州 上海等地也都出台了不同的管理规定 比如2013年出台的 上海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九条就明确规定 禁止擅自更换动力装置 禁止更改非机动车定型技术参数 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安全的拼装加装改装行为 根据国家标准委 于今年二月发布的公告 电动自行车最新国家标准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将于2019年正式发布 届时将对电动车的形式 电池安全以及行李管理 做出更全面的规定 不论是违规改装强光灯 还是加装电池 这些车主的个人行为 都有可能影响到他人 甚至造成危险 所以新闻大人呼吁各位 及电动车的车主 遵守规则 尊重生命 鸡蛋是我们最想吃的食物之一 用鸡蛋做成的菜条不计其数 为了保存新鲜 很多人都是买完鸡蛋回家后 直接放进冰箱 有细心的人 还会把鸡蛋清洗干净再保存 可谁也没有想到 就是这样一个 看上去爱干净的小习惯 竟然会让人中毒 还有这么大的鸡蛋啊 一定要把它洗干净 才能放行气 谁都以为清洁后的鸡蛋更卫生 吃起来也更安全 可没声响 这样的鸡蛋吃下去 隐患可能会更多 近日 沈阳的一家人 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他们吃了炒鸡蛋后 都出现了呕吐 高烧和腹肌症症状 经医生询问后发现 这家人生病 很可能是因为吃了变质的鸡蛋 可是这鸡蛋买回家还不到三天 也都在保质期内 期间一直放在冰箱里 不可能是保存不当导致的 正当所有人感到疑惑的事 网络上的一个说法 引起了这一家人的注意 鸡蛋保存前用什么清洗 更容易变质 鸡蛋被清洗过后 不是会更加干净吗 为什么更容易变质呢 这种说法你信不信 那今天呢我们就去采访一些视频朋友 看看他们是怎样看的 第二个说法 没有听说过 我不知道 相信 应该不会吧 不会吧 水洗了一下 也只是让它表面干净了 潮湿一下 让它干了之后就没什么呀 调查发现 很多人都认为 清洗鸡蛋壳 就会让鸡蛋变得更干净 不会更快地变质 那么实际情况会怎么样呢 求人记者 赶紧实验吧 这里呢 是我们买来的同一批式的鸡蛋 我们呢 已经把它们分成了两份 我会把一份鸡蛋呢 先放到清水里进行清洗 而另一份鸡蛋呢 我会不做任何的处理 然后放到冰箱进行保存 看看几天过后 这两种鸡蛋有什么不同呢 经过一周的正常存放 先记者把两份鸡蛋取出 情况会有不同吗 这是未清洗的鸡蛋 我们敲开试试 哇 整个蛋黄是完整的 看上去也特别的新鲜 这是清洗之后保存的鸡蛋 我们敲开看看 哇 你看出现了一些 不是很清澈的这个蛋白 我们再敲一个看 哇 这个就很明显 蛋黄跟蛋白已经散开了 我们再分别多试几个 实验发现 经过清洗的鸡蛋 无一例外地都出现了散黄现象 难道这就是说 被水洗过的鸡蛋 确实更容易坏吗 华中农业大学 食品科技学院副院长 马美胡 鸡蛋的结构 从里面到外面来看的话 它主要是里面的蛋黄 蛋黄膜 蛋清 或蛋壳 蛋壳膜 鸡蛋清洗以后 蛋壳表面的七孔 已经暴露 免疫其鸡蛋的品质的变化 造成鸡蛋的直肠 保鲜的时间比较大 原来我们买的鸡蛋 表面都有一层胶正的薄膜 这层薄膜是由蛋白质 脂肪和碳质化合物组成的 而鸡蛋壳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 上面具有几千三万个细小的小孔 当鸡蛋从母鸡体内出来时 这层薄膜会均匀地覆盖在蛋壳表面 把那些小洞封闭起来 这样外面细菌就难以进入到鸡蛋内部 但如果对鸡蛋进行清洗 那层薄膜就会被破坏 水分就进入到了鸡蛋内部 鸡蛋变得脆弱 当然就更容易坏 我们准备了一碗蓝色溶液 准备了两个鸡蛋 一个是未清洗的 一个是清洗过后的鸡蛋 把这两个鸡蛋全部都放到蓝色溶液里 过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观察一下 看看这两个鸡蛋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好 我们来检验一下结果 这个是认真清洗过后的鸡蛋 仔细一看蛋清旁边会有一点淡淡的蓝色 这个是未清洗的鸡蛋 细看好像也有一点点蓝色 相对而言是我们认真清洗过后的鸡蛋 颜色会稍微浓一点点 实验显示 蛋壳完好的鸡蛋在水中浸泡了才几分钟 就有蓝色溶液穿透鸡蛋 这也是为什么不打破鸡蛋 就可以让盐进入鸡蛋成为咸蛋 让盐进入鸡蛋成为皮蛋的原因了 一般来说鸡蛋轻多编织 第一个就是单清慢慢地稀化 第二个方面就是有的是蛋黄散 比如说它的这个时间的延长 那么蛋黄膜就会逐渐的就会消失 蛋黄就会散化 第三个方面就是 这个在蛋壳的表面会有一些霉点或者是黑点 坚硬最好不要吸 前轮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了 鸡蛋清醒之后确实更容易变质 鸡蛋表面有很多的小孔 用水洗过之后会让细菌更快地污染蛋液 所以买回家的鸡蛋最好拖在袋子里单独存放 以免忽然到冰箱其他的食物 鸡蛋喊出来以后它的表面是有维生物的 就是说发生感觉或者一些其他的细菌 从食品安全或消费安全的角度 要对鸡蛋要经过清洗 清洗以后生产结蛋 再供应者消费者 美国日本等一些国家鸡蛋一定要经过清洗 消毒 头膜 保鲜处理的 所以这个叫做清洁蛋 对我们国家来说 只有我们一些大的这个企业生产的清洁蛋 供应市场也有 现在没有经过清洗的鸡蛋 在流通领域进行流通或销售 之前求证记者就有分别购买过 散装鸡蛋 半散装鸡蛋和合装鸡蛋送去检测 那么它们表面上的细菌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求证记者将买来的这几种鸡蛋 送到了湖南省第二人的医院进行微生物检测 实验员从三种不同的鸡蛋中 每种选取两个样本 共集六个样本 用棉签在鸡蛋外壳取样 然后放入细菌培养米中培养 三天后 检测培养米中会出现什么样的致病细菌 三天后 检测结果出来了 外表看上去比较脏的鸡蛋 确实检出了大量的致病细菌 其中就包括了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 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内有十几个菌落 出乎我们的意料 盒装的看上去干净一些的鸡蛋也检测出了致病菌 但是数量少一些 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内只有三个菌落 致病菌的类型同样是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 半肠杆的鸡蛋 菌落数介于两整时间 那么这些病菌对人体有什么危害呢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检测科检验员黄璐平 大肠杆菌会引起我们的感染 超成菌血症 败血症 甚至能毒血症 沙门氏菌是在肠道里面的致病菌 它首先引起的是肠炎 腹泻等等症状 人的沙门氏菌感染在夏季是非常常见的 过去我们说了很多这样的儿童 成人和老人 各个年龄都有 表现为一个肠炎 比如我们说的肠炎沙门菌 还有一部分更严重了 叫鼠伤寒沙门菌 它主要是侵犯孩子 这种病菌是比较危重的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肠炎症 比如我们说的伤寒 负伤寒 那么鸡蛋壳为什么会携带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 这些致病菌呢 这些细菌不是来源于禽类的肠道 而且细菌的种类还很多 其实对禽类来讲 主要是一大类细菌 沙门菌 这类细菌呢 主要是在禽类的肠道里边生长 然后在分辨里边存在 那么排出体外以后 它可以生存很长时间 专家表示 鸡蛋表面含有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 源头都是来自禽类的肠道 盒装鸡蛋一般是经过加工厂的统一清洗 所以外表的致病菌少一些 那么这些鸡蛋如果直接放进冰箱 会污染到其他的食物吗 这个细菌呢 它对低温的抵抗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一般呢它在这个比如冰箱里面 可以存在两个月的时间 在外界可以存在两周的时间 那么这个过程中呢就有可能 污染其他的食物 如果是没有清洗的散烛鸡蛋 要先用酸辣蛋装起来 然后放入冰箱 这样西温生就能保证鸡蛋不够致力 好的 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 您在生活中遇到的一切传言 都可以在微博上 act 新闻大求真 或者呢是添加我们 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 拜拜